关怀弱势 做爱心 台中市南屯区的精品业者 攜手立委张料万坚 捐出了泡面 麦片 白米等各种民生物资 一共是有120份 透过了里长发放给南屯区6个里的弱势家庭 让这份爱与温暖传递到社区内的各角落 泡面 麦片 白米及罐头等民生物资摆满桌 民间爱心企业与立委张料万坚 今天攜手献爱心 捐赠120份物资 关怀弱势族群 在这些物资当中 我们有一些泡面 奶粉 麦片等等之类的 还有米包 其实这个在生活上 也让他们减少不少的这些开支 所以对我们弱势家庭 其实在无形之中 帮助其实非常大 一直秉持着取资社会 用资社会的精神 来回馈这个社会 然后刚好在缘分之下 有认识某本生计 及那个Neo厨房的执行长 然后刚好也知道 那个万坚委员都有在做爱心这一块 那也借由三方联络来 一起来办这个活动 来把爱心来传递出去 明代及企业老板将一代代的爱心物资 亲手交给需要的社区民众 而这120份将平均分给南屯区6个礼 平均每个礼将会分配到20份 帮助若是家庭也能吃得温饱 而先线促成这桩美食的立委张料万坚说 疫情后透过网路收到不少民间店家 想捐赠物资的讯息 于是便扮演起传递者的角色 每个里长把这些爱心物资 送给需要的民众 最近来跟我们讲都是年轻人 他们也有心来帮忙一些社会的弱势家庭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那他们就愿意说 我们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聊表心意 像今天就120份 虽然不是很大的费用 但对他们来讲 他们愿意把所得的一部分 来化为爱心 来温暖社区的弱势户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爱的传递 不断的在感染这个社会 往正向来发展 民间企业自发性捐赠物资 帮助若是 希望能带动抛砖引玉 鼓励更多企业共同响应 让这份爱传递到社区的每个角落